總統連任 我會過半 總統連任 我會過半 總統連任 我會過半 臺灣要贏 次貸共贏 臺灣要贏 次貸共贏 臺灣要贏 次貸共贏 今天 賴清德前院長沒有在現場 過去幾年 他在執政團隊的努力與付出 以及他在初選後 展現了民主的風度 他一絲是我們團隊 不可或缺的一員 我們感謝他 我們也希望 我相信 在選戰的隊伍中 賴清院長絕對不會缺席 已經和我們並肩作戰 我們會以團結的民進黨 來面對未來艱巨的挑戰 世代共贏 是這場全代會的主題 我背後站著 七十位優秀的立委提名人 他們有身經百戰的沙場老將 還有經驗豐富的中生代的戰將 還有滿懷熱血的年輕新秀 政治不應該被任何一個世代壟斷 民進黨 從我們自己做起 讓這些不同世代的戰將 一起進入國會 一起為台灣帶來改變 大家說好不好 2020台灣要贏 不只是總統要贏 國會也要贏 我們有社會同情 我們有世代 我們要世代共有 把他們送進國會 一起跟蔡英文 再拼世面 大家說好不好 執政三年有成 長期疾病改善了 施政成果有感了 年金改革 經濟結構 社會安全 國家安全 都開始有了成績 現在的台灣 外資看好 台商回流 今年的投資大爆發 也讓我們在美中貿易 戰的這個此時此刻 以及全球經濟 急遽變動的此刻 我們第二季的經濟成長率 攪出了一張 亞洲四小龍 第一名的成績彈 但是我知道 這些還不夠 我們可以 更再更好 去年九合一選舉的敗選 讓我深刻的反省 經濟轉型 社會變遷的過程中 會有一些人民 還沒享受到轉型的成果 卻先受到的震盪波及 我要謝謝這三年多來 所有提醒 批評 鞭策民進黨的人 政府應該為勞苦的人民而存在 過去三年多來 我們也不斷地將這句話 轉換成具體的政策 在北京所謂的九二共識中 幾乎沒有中華民國的空間 屈服於北京的壓力 附和他們的共識 中華民國才會消失 台灣才會消失 各位 國際局勢瞬其萬變 我們不能停留在舊的觀念裡面 下一個階段 我們的使命跟任務 就是要用全球的思維 來突破兩岸的框架 台灣不該只是兩岸架構中的台灣 更應該是世界的台灣 台灣人的眼光 不能只停留在台灣海峽 更要看向浩瀚的太平洋